有人说他是高考奇迹 把一个小户惠群奇的普通高中 逆袭省全省高考冠军 清北收割金 是汉门学子逆天改面的梦工厂 我就是一只来自乡下的土猪 也要理智 拱了大城市里的白菜 也有人说他是资本斗手厂 把教育当成生意来做 一年学费12万 以无数家长净折腰 加盟连锁校一开19家 一年狂赚4.5个亿 还以第一高中教育集团赴美上市 高考工厂彻底轮程硬抄机 穷人阶梯也变富人堡垒 没错猫姐说的就是洪水中学 在中国说高考肯定饶不过他 洪水系到底是神话还是魔鬼 今天咱们就来揭秘揭秘 洪水模式的真相 在家长眼里 洪中就是块金字招牌 能进去读书那是天大的喜事 哪怕卖房子搬家都值 成绩有多好呢 什么985211都不看 光说清北的录取人数 2017年175人 2018年214人 2019年更是足足有275人 所以早在多年之前 就有人千里迢迢跑到洪水 卖房罗虎 慢慢的开发商也来蹭落毒了 卖房千户口考洪中 别说这还真是卖点 假如有个在家门口 接受洪中熏陶的机会 家长们一般都不会做过 正是因为这个原因 前些天洪水中学 在深圳招生的消息 突然就在家长圈里刷了屏 光从官网和宣传资料中 给出的介绍来看 这个学校的恒中卫很正 上到校长 下到师资队伍 大部分都是恒水中学 出来的底细 最起码从履历上看 称得上根红妙正 这么靠谱的师资力量 收费也是杠杠的 其中应接生的学费 高达5万亿学期 连支带助要6万亿 一年得花12万2 比深圳的公立学校可贵多了 可就算是这样 也挡不住家长报名的热情 一分钟就被买完了 毕竟是二万亿年的学费菜贵 也贵不过宇宙中心 深圳那样夸张的房租和房价 可惜因为过多久 官方显示404 电话忙碘 为啥呢 据说是被很多家长举报了 教育局一查 属于无证办学 那肯定是要查的了 这么受关注 是因为这是恒中 在深圳的二进功了 2016年 恒水中学与深圳复原学校 联合办学 每两年就开挂了 2018年高考 有9个被清华北大陆去 2019年高三二抹 由6个进了全市全市 完全碾压深圳传统四大名校 很多家长就纳闷了 这学校点时澄清的能力 这么强吗 后来一查 原来复原学校 有很多来自恒水的高考移民 都还是高分生 这是什么操作 把尖子生调过来 有了成绩倍数 招生就容易了 可这么一来 对当地的教育生态打击就大了 实实在在地 影响了很多人的高考 引得很多家长怒骂 高考激起 把谱中的教育 当成一门生意 何其可耻 高考是一门生意吗 在恒水中学还真算 你很难想象 原本恒中 只不过是恒水市 下下的一所普通中学而已 早期不光成绩一般 校风更是一团糟 最夸张的时候 学校里经常有小混混招摇过世 逼得没办法了 1993年 一个叫李金驰的历史老师 扛起了校长的单子 这里校长刚一上任 就带着保卫课四处出击 碰到小混混一顿收拾 再送派出所 没多久就杜绝了废话 外部问题搞定了 下一步就该对校内动刀子了 在任期间 李金驰对恒中 实行了半封闭式管理 还给老师们制定了一整套详细的KPI指标 几乎覆盖了从早上5点到晚上10点的全部时间 对大部分韩文子弟来说 想要借助高考的机会改变命运 能依靠的只有学校和自己 李校长这一套切中要害 自律不行就踏律 逼着你学 这么搞下来 效果很显著 1995年 恒水中学的升学历 排到了恒水地区第一名 到了2000年 恒水中学更是力压河北的一众传统名校 成了当年的河北高考冠军 正是因为在恒中的独特经验 李金驰也在2004年 接任恒水教育局局长 在当时的人们看来 恒水中学依然走上正轨 所以李校长也该把精力 放在恒水的经验传播和推广上来 不过这个宏卫的目标 最终还是由李金驰的继任者完成的 2004年 张文贸接过了恒中校长的位置 张校长更擅长大规模的扩张和品牌运作 恒水中学的商业化走上了快车道 在张文贸的手里 恒水中学的模式被复制 粘贴到了全国的不少地方 成了一个响当当的连锁品牌 等到了2013年 恒水中学联合河北太华地产 共同投资酒意 建了个名办的恒水一中 一剩二二剩三 各种分校着实不少 只要你能搞定地皮校舍和办学资格 那个建学校还不是轻轻松松 至于招生就更简单了 挂上恒中的名号就行 借助李金驰留下的金字招牌 恒中的扩张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 再后来恒水系的牌子 以挂名联办合办等形式大肆扩张 内蒙古厄尔多斯 山西大同 西双版纳 甚至马来西亚 都能看到恒中身影 在一众合作院校里面 最成功的是张绍卫的长水教育集团 2013年的时候 在教育行业死混多年的张绍卫 搭上了恒中的关系 双方合作模式很简单 张绍卫出钱办校 恒中出人讲课 并且由时任恒水中学校长的张文贸 担任该校名誉校长 以此为基础 长水教育集团的处角 慢慢伸到了西部各地 集团旗下的19所学校里 有16所都挂上了恒水的冠名 等到了2021年 这个教育集团 干脆以第一高中教育集团的名义 跑到美股上市了 公司2020年的营收高达4.46亿元 其中80%都来自于 学生交上来的学费和住宿费 把中国的高考做成生意 再打包到美股上市 这也算是资本市场的奇景了 要说恒水中学的生意 说起来很简单 那就是恒中出名 尖子生出力 自肥生出现 这模式实在是挑不出一点毛病 为了让尖子生出力 就需要找到优质的生源 比如在浙江 恒中推出过考取青北 就奖励50万的政策 对于年入数亿的集团来说 这点投入很值得 但这么搞下去 真正吃亏的还是考生自己 如果说早年的恒水奇迹 代表着不屈的拼搏精神 那么现在的恒水模式 就有点变味了 尽管有着跑槽 成都和精实化管理等诸多标签 但这背后还是离不开加金 成绩这东西 看失资更看声援 前段时间 天津高考的反常高分 就是个例子 首先与北京 河北山东等地的 夸张竞争和苛刻的学期政策 由不少家庭选择在天津买房落户 等到了今年 这些外地考生 直接把天津的高考 弄成了第一个难度 这样的提分模式 恐怕并不是大家 真正想到看到的 假如连高考都能堂而皇之德 商业化 产业化 资本化 那当年媒体的那句 寒门再难出贵子的感叹 可能真的要一语成诚了 当资本进入教育 那后患真不好说呀 我是猫姐 感谢你的点赞加关注 咱们下一站再见